另外1211分拆概念 上網空間是多少 這陣子雖然比亞迪傳出有意分拆 半導體那些熱霧出去 但是這陣子是弱弱的 所以即使有分拆 都未必能夠像之前那樣厲害 一說就很磅 反而要看自己本身的技術走勢 諸如此在 能不能夠做一個好一點的情況出到你 你看比亞迪 今天終於彈回跌了 因為之前一直跌 形成一浪低了一浪的情況 而現在其實中線的走勢仍然還未轉好 起碼第一步要怎樣呢 就是上回這個位置 就是剛剛這條線的位置 這個位置是156.4 因為上個星期也有朋友問過我 說比亞迪 我覺得其實中線的走勢還未轉回強 仍然反覆向下 但是希望有機會 是不是試到之前的浪底 就出現一個反彈呢 現在就好像正正是這樣的狀況 試到這個之前這個重要支持區 一個反彈 現在可能繼續反彈多一點 但是如果整個形勢轉好呢 起碼第一步要怎樣呢 是穿回這個156.4 這個第二步先穿回 因為這個是前浪底的阻力 之前本來是支持的 穿了就變成阻力了 那麼阻力 起碼第一步先穿上去 先有權扭轉 當然更加重要的是 就是保力加通道 中族能不能夠穿到 保力加通道 現在是在說160多 166左右 這兩個位置留意著 但是未穿之前 中線仍然是在向下的 回升都當作反彈了 不要太過 期望太高 即使有消息傳出 都是這樣處理 因為其實就是所謂 萬中行程歸於市 市的走勢 是往往比其他消息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說想分拆 新聞都說出來 大家都知道 知道之後 大家的反應 都在鼓教裡面反映出來了 所以看著這兩個位置 156.4 以至保力加通道中族 當然 如果能夠穿到這個頂 就更加不得了 更加很英俊 但是都軟了一點 後話 不用這麼快說 因為這個 其實根據 這是一個反彈的浪點 如果穿得到它 就可以扭轉到 浪低的浪就走勢 但是剛才所說 後話 不用這麼快說 先看著這兩個位置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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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明天 再見 非常有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